台南議長會選案 涉案的金額高達上億 但是一審的判決 十個人通通都無罪 法官的認定遭到質疑 現在更傳出 在開庭的過程當中 被告律師甚至提醒法官 司法不要介入政治 難道是暗示 自己背後有政治靠山嗎 遭起訴金額 達上計的台南議長會選案 涉案十人一審通通無罪 有人先出調查記錄 明明當時被監聽到說 三年前花了3000萬 就和要花上計 還要一票一票來用 為何法官卻認定 非會選只是閒聊 而甚至方姓議員 大喇喇的被押上車 還被比開槍手勢 嚇到家人要連夜搬家 法官為何說這不算恐嚇 還認定他並不恐懼 各界說三位法官的判決 簡直今天動地 徹底改寫會選定義 睡在議會晚上不敢回家 這個行為還沒有心生恐懼 他為什麼要躲在那裡 我們的法官真的眼睛說瞎話 不過你這個法官 你能這樣摸 你跟背景 所有感覺 所有人民的基本認知 完全相反 所以以後只要在台南發生的事情 戴槍算是政治協商的 正常的工具 然後把人擄上車 就是政治協商的一種基本手段 如果台南都是這樣做的話 那就太好了 台南以後不會有任何犯罪 貪污也好 不管是買票也好 在這位法官看起來 都是話家常而已 那這樣子 我們的就世界大同了 更扯的是 傳出被告律師 還曾當庭提醒法官 要求司法不要介入政治 而往有炸鍋炮轰 這是赤油肉 對法官搜證政治拳頭嗎 這是在暗示法官 老子背後有靠山嗎 你這是買票會選 這跟政治有什麼狗屁關係 他其實就是在告訴法官 我後面是有人的 你介入進來 你自己會吃不了兜的走 那這個法官也就乖乖聽話 對比國民黨買票遭重判 法官如此使民進黨會選案 讓社會無比驚歎 記得張正明去過好 A3G消息